欢迎来到Interesting 然后利用直播的利益转化为最终利益 在水滴直播的平台上 看不到很多直播平台常见的打赏 购买经贴的入口 只有无疑密性的赞和关注 水滴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平台 但所有人都能够通过水滴APP 或者360直播光影观看 只要登陆了直播平台 就能选择商家、商业浓害、主播等频道 可以选择是观看学校课堂 或者餐厅大厅的实时监控画面 并且还可以弹幕评论 据报道称 水滴处理隐私的办法遭到了外界的质疑 在网上引起了很大的争论 不少网友表示 直播应当是在自助环境中的自愿行为 而这样行事的就只能说是偷拍 侵犯了大家的隐私权 在智能手机发展的时代 我们的个人隐私已经越来越难保护了 但是小编还是希望厂商在研发和销售产品的同时 能够多注重加强隐私的保护 让商品成为用户真正的日常收获助手 而不是一个隐私窥探气 欢迎坐进interesting 好吃好玩有趣都逼的东西 我们这里通通通用 你时间见识了 快上车 请看